美国总统拜登在台湾时间20号早上 罕见在白宫发表全国演说 强调要让入侵者付出代价 而拜登刚结束在以色列的旋风访谈 更把哈马斯和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相提并论 他也强调将要求国会通过千亿美元的联合法案 预计也包含对台湾的支援 看似遥远的中东地区战场也威胁着美国国家安全 也说抛弃以色列和乌克兰不值得 要确保这两国抵御攻击相当重要 而一巴冲突持续延烧 加萨走廊当地最大城市的医院 发生大规模爆炸 至少500人死亡 人到救援危机拉警报 也终于在台湾时间20号 埃及同意开通拉法口岸 让救援物资进入加萨走廊 而这不仅仅只是跨境拉法边境 因为要达到医院 还有一段路要走 在以色列军队持续围困加萨之下 水电及燃料的跨境供应受到严重阻碍 根据报导已有几家医院完全停止服务 原始新闻给辆物流编译 再次进入加萨